大家好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 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 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者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白指数期贺全天收涨1.14% 1.15%左右 我们看到今天是跳空高开 随后拉高高 那么在这根蓝线的阻力区还是有一定的博弈的 最终还是有所上拉 但是我认为明天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CPI 那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相对于空头波段的一个反弹 这波下跌的一个反弹 实际上他没有给出一个在日线级别看得见的一个局部的右侧点位 所以我是觉得真正的右侧的波段 波段交易的一个右侧的交易者 理论上应该等待这样的一个测试 理论上应该等待这样一个测试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 实际上我们盘前的时候 市场的是小幅跳空高开 小幅的跳空高开 随后展幅横盘 小多头 对吧 盘前是小多头 随后开完之后拉升了一根 那么在最新形成的两根K线 四小时K线 实际上是反反复复震荡的一个行情 表明在四小时图上的阻力区还是有一定的阻力 反反复复测试 但是终究没有给人 在日线级别终究没有给人一种右侧底的感觉 那我是觉得这种形态不符合我的预期 那我是会选择等待 也就是观望继续看一看他到底能不能给出这样的一个测试 那相信局部的右侧交易者呢 局部下跌不断的一个反弹的右侧交易者呢 应该也是在等待 那么对于日内交易者是无所谓的 但是对日线级别的右侧交易者 他肯定是在等回撤 那这个回撤能否在此轮空头小波段的低点之上只跌 这个是接下来肯定要观察的 对吧 同时呢 我们已经在今天盘前吧 大致说了一下 当前的市场呢 还处在整体大型下跌趋势线之下 就是最上方这个下跌趋势线 因为上次涨到这儿就跌回来说明这个大型的下跌趋势线是有效的哈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现在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啊 是不能这样去假设的 因此我们还是按照弱势或者说叫震荡行情的一些波段啊 进行波段化的多或者是空的思路去看的 所以你想要去他真正进入到牛市 我觉得这点面啊 并不足以去支撑真正的大牛市哈 强牛市 我觉得目前来看并不是很现实 另外一方面呢 想要走空头 那由于这个空头的行情有多种形态啊 一个是不断直勾勾的下跌 另外一个就是先无需震荡一段时间 或者是啊 就是直勾勾下跌现在还没写线是吧 这个无需震荡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所以呢 我是以这个偏短线的思路去看的啊 中线偏短线的一个波段去看的 还没有看强牛市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考量呢 我是觉得多头呢 日线交易者等待一个可能的右侧点位是必要的 那么如果你已经做了左侧交易者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 你也没有预期他会弹这么高 那恭喜你哈 你就抓到了哈 这属于运气哈 因为在他上行之前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上去啊 是吧 因为我们的下跌趋势线在这画 那你呢 就应该画好你的趋势线啊 去跟你想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多头想要去追多的话 那务必都是按照这根趋势线去设定止损的 那有一部分交易者不想去追 那就算了哈 不要去追 你放心好了 现在还不是绝对的牛市啊 呃 其实对于一些做中长线的布局的交易者呢 他也仅仅是在小幅的加仓哈 也就是说常识性的建仓 他也应该会等待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 才敢去稍微加重一些仓位 对吧 哎 大家自己啊 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哈 那有一些重仓的交易者 我是觉得有点早哈 有点早 重仓的交易者确实是有点早哈 嗯 好 我们啊 这个明天呢 呃 在美股啊 就美东时间明天早上八点半CPI 上个月的CPI即将发布啊 那么市场对他的一个预测呢 是 百分之八点一 那个通胀呢 肯定会降下来哈 因为原油的价格又跌了一丢丢哈 那么我们看一下月线啊 原油的月线 那么上个月呢 最后两天跌了一下 所以导致一个 哎 把这弄了 上个月是最后两天跌了两天 对吧 啊 给出了一根印象啊 到第三个交易者的时候 还是一根拼半呢哈 对吧 最后两天跌了一下 那么他在月线上 实际上跌到这个支撑区哈 看 本个本月这十几天形成一根弹起哈 那么后续会怎么走 我们也不知道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 这个纳斯达克和标普一样哈 我们我们待会再简单看一下就行哈 我们先看原油 原油呢 今天继续反弹上涨1.8% 但实际上今天他盘前的时候 其实已经上跌 上跌上涨了不少哈 我们盘前是这根线哈 我是觉得去追高呢 空间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之前画的阻力区就在这个位置啊 上方这个横线 就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那么他在看完之后呢 在美股时段啊 交易时段 走了一根阳线 随后阴线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五浪的结构 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将会稍微复杂一些啊 那么按照五浪的理论呢 应该尝试去做空哈 按照趋势理论呢 不能去猜顶啊 这两个理论呢 并不是互相兼容哈 所以多头呢 呃 应该适当的检测啊 那么空头呢 应该等待一个跌破 回踩 再去做空也是OK啊 好 当然我们今天盘前也说啊 不去做也是OK 你看 新形成的三根四小时K线 它其实就是一个窄幅横盘 对吧 嗯 所以今天啊 对于美股交易手段机会比较少一些哈 好 这个是原油 我们呃 把这个纳达克简单说一下 纳达克今天也是一个日线啊 日线啊 日线啊 日线级别的阳线啊 上涨1.34% 它今天也是天空高开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横向的阻力位啊 阻力区 包括这个斜向的大型下跌趋势线 目前都还是有效的哈 我们不能假设它无效啊 我们谨慎的思考呢 应该是假设它有效 那么它再次突破 还要再次测试一下 那届时呢 将会啊 给出一定的震荡行情啊 届时才是多头进场的一个 或者说加仓吧 我们说现在你都是常识现仓 那么后续再震下来 再止跌才是加仓的点位 对吧 如果有这个共识的话 那就没问题啊 如果没有这共识 有的人觉得它会一直直勾勾的走出大牛市啊 那就是忽略了左侧这么多横向的阻力区 我们随便画几条 你就会发现它上行的阻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不妨就这么画几条 对吧 它一定不会是完全直勾勾的上行啊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套牢盘呢 特别是个股啊 都在上边等着呢 一旦接近它的成本价 或者是稍微给它回点本 它就跑了呀 所以啊 届时的阻力也是非常重啊 这就是熊市啊 这美股的熊市这个也很厉害 其实中国A股也是非常厉害反弹啊 那后续会不会走牛市 我们啊 这个一步看一步 我不否定会走牛市啊 但是走什么样的牛市呢 我个人有点倾向于偏接近于震荡的那种牛市啊 就是弱势牛市会概率会高一些 好 这个纳萨克 你看它正好遇到这个阻力区 所以明天的数据日呢 它是突破上去呢 还是刺一下 砸下来呢 我倾向于它砸下来啊 明天我们盘前再看啊 砸下来形成一个二次 就这一波波段的一个小二次底 右侧底就就就就就OK了哈 就更好了 其实连着涨好几天这种啊 这种行情其实也比较少见哈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把原油看了哈 原油呢 我们没说怎么做哈 原油我们再说一下哈 原油呢 实际上呢 在四小时级别你可以做空哈 不去空单 或者是等待一个双重顶 四小时级别的双重顶再去做空 也是OK哈 好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今天的日线 天然气我们在上周五的一个复盘中看到了 我们下跌趋势的一个背向上的突破哈 那么今天再次拉升哈 这是多头强劲的一种态势啊 那么现在的一个反弹呢 实际上它会面临着较多的阻力区哈 一个是一些比较啊 典型的下跌趋势线啊 我们这么一画 一个是呢 上方的横向阻力区啊 但是呢 它在技术位上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更高的一个地点 那因此呢 多头会稍微有信心一些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呢 mcd还是死差 也就意味着上行过程中遇到阻力肯定要回路啊 或者遇到这些阻力位啊都会回路哈 这是一个你看拉升 偏弱势多头吧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往上再走一走 我们上周是给出要做多的思路的哈 去尝试做多 同时设定了一个减仓位吧 比如说新站仓可以在27块5一带做减仓位吧 或者是27块钱 这是上周五的分析啊 上周五盘后的一个分析 嗯 好 这个图呢 应该继续看反弹 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熊市啊 呃 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个进展呢 呃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呃 示弱 示强 这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冲突还在 冲突在 呃 如果进一步啊 这个拉锯啊 对于这种资产都是一个支撑啊 那么关于原油的一个消息面呢 我这边啊 无法准确的解读哈 就是呃 G7集团对于原油 呃 俄罗斯原油这个限价的问题啊 那对于俄罗斯原油的限价啊 呃 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是想要把俄罗斯和欧派克的其他成员 呃 割裂开来 分裂开来 另外一方面呢 是想要穷俄啊 等等吧 这个有多方面的考量 但能否有效呢 那如果欧盟这边啊 对于原油 对俄罗斯原油能够找到替代的 也是OK啊 但是呃 欧派克那边已经同意要减产了啊 所以 它实际上欧派克和俄罗斯的利益 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啊 所以去分裂它们也不并不并不容易哈 并不容易 10月份要开始减产10万桶每天 相当于千分之一的供应量啊 每天千分之一的供应量就是10万桶 好吧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啊 或者说G7集团这个策略呢 啊 对于俄罗斯和欧盟原油的原油和天然气的业务 实际上是一个双输哈 那么中国或者印度作为俄罗斯原油的采购方 可以作为中转方啊 去赚一笔中间商的一个费用啊 就可以了 欧盟那边还是比较吃亏的哈 为什么 他选择了意识形态啊 不选择经济啊 好啊 美国这边呢 美国的想法也比较复杂 我这就不猜测了啊 对原油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我也不清楚啊 但是短期来说呢 呃 只能说啊 走一些短期的一些技术位 就可以了 好吗 原油还是非常复杂的哈 天然气也比较复杂 你看天然气的限价 并没有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给限价吧 嗯 同时这个 呃 比利时好像是说啊 也要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天然气价格也要限价啊 这就开始乱了哈 盟友也好 这个复云国也好 或者是对手也好 敌人也好 没有统一的想法啊 所以统一呢 其实是一个力量啊 所以可以看到啊 某些国家意识意识形态的一个统一呢 有多大的好处啊 好 我们看一下嗯 一些重要的标的啊 我们先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今天涨跌的数量啊 那今天的股票呢 随着大盘一起反弹的比较强哈 那今天涨的比较厉害的是量子计算概念 应该是这个 archate 康特这家公司 领涨导致啊 其实其实其他股票可能涨幅并不是很大 那再次呢 就是 呃 其他行业我们就啊 不说了 我们回到这个股票名单 嗯 刚才那个都说了哈 我们看一下美元 我忘了 美元呢 现在回到108一带哈 那么今天在四小时级别 有一点止跌的小迹象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待下一线啊 那估计呢 反正啊 就下周吧 加息他有可能会有止跌的一种可能性 好吧 他至少要去测试一下双重顶吧 按照技术理论来说 对吧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着急啊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我们先看一下未来汽车 说未来汽车现在拒绝下接了的意思哈 那有点对这个下接趋势线给突破哈 那就应该继续看反弹 好吗 这中概股怎么又涨起来了 这个中美之间达成这个呃 审计的跨境监管合作 是不是就意味着结束了 中美之间在中概股方面 中国那边啊 把这个这个央企或者是国企退市之后 是不是啊 就震慑住了美国的资本资本家们呢 应该有这道理啊 应该有这道理 好吧 那么在芯片领域呢 也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一些新闻哈 当然真假难辨啊 但不管怎么说 中国必须得研发出来是吧 芯片 好像是叫光亮光亮子芯片啊 直接用弯道超车了 不搞你这种啊 这种物理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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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出来的这个芯片 对吧 芯片电路 而直接用光亮子去去用啊 热能 用光能 用亮能去 去使刻啊 那个那个芯片啊 就构成一个芯片还是怎么样啊 反正 反正中国这边有新的应对方案啊 同时华为那边好像也是有一个什么双模式的一个 7纳米的还是14纳米的 性能据说比7纳米的这个芯片还要更好 那这样的话芯片领域也卡不住中国啊 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中低端为主的产品 他自己完全都可以弄啊 那么高高清间的就自己再去弄一顿就好啊 那么对于中概股的汽车来说也是如此啊 他如果中概股的汽车都走的话 那美国资本家在中国能赚到的钱就越来越少了啊 因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重要的一个产业 好吗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继续从中长线的角去慢慢角度去看呢 去慢慢布局会更好一些啊 中概股的 万一在震荡呢 慢一点不要急 不要太急 好吗 同时呢 多头应该有一种啊 局部波段化的一个意识啊 画一个多头趋势线 如果跌破的话 把新加仓的仓位可以适当减减掉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在止跌的时候再加 这就是属于一个局小仓位的一个波段化的交易 说啊 进入到强势牛市 现在不敢看这么远啊 那么今天的 呃 Lucid也是给出强劲的反弹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我们要看一下细节 细节呢 就是在最下边这个低点啊 它没有跌破左侧低点啊 因此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个右侧低点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无需的浪行情啊 所以这个图呢 嗯 怎么说呢 我现在没感觉啊 因为中间这就是阻力区 下跌区线又在这压着啊 所以 这个图怎么看呢 多头也完全可以等待这个大型的下跌水线的右侧再去布局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 QS QS呢 和大盘的图有点像啊 都是走了一个波段 测试了大型的下跌水线之后的一个回撤的反弹 那接下来肯定会在这个重要的技术位有反应啊 能上去最好啊 上去之后还要再回落呢 对吧 所以这是右侧交易者的建仓位 现在还没有给出 还不敢说能不能上去啊 好 这个图 AMC呢 我们看一下AMC今天啊 给出了一个天空高开 随后拉升到较高的位置 再次回落 我们上一波画的这个趋势线还是有效的 那这样一看 对吧 下方MCE日线图还是个死差 因此呢 应该还要再给一个二次底啊 等待一个二次底 如果大盘也这么走二次底就好了啊 嗯 你看他也是测试了一下大型下跌许线 假突破 波段化处理结束啊 重灾啊 重低 然后再次测试这些阻力位啊 对吧 他应该有个二次底吧 次底点 如果不给次底点的话 砸破新低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死差了 就开会变死差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等待二次底会好一点 我感觉跟大盘也差不多啊 但是他比较腰 好 我们看一下CHPT 嗯 CHPT果然啊 还是走第五大五 第五浪啊 第五浪有可能随时咬者啊 所以多头应该怎么办 有人说还是不知道啊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让大家画线啊 对吧 画了之后就明白啊 这一边继续啊 他没跌破啊 前几天这个大盘跌下来 他没跌啊 他没跌破这个点 没跌回来啊 这就是新能源领域的强势 但是呢 他也即将面临第五浪的一个考验啊 第五浪尤其是技术交易 对于技术交易者而言是一个终结浪啊 他可长可短 他长一点更好啊 长治完了就会暴敌啊 当然啊 这五浪只是相信五浪的人才会信啊 相信趋势交易的人不一定会信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哈 一定要波动化出了一些仓位 ACB我们看一下 大马股呢 也是反弹啊 那么接下来也有这样的一些阻力区要面对 多头也应该继续画一个局部的多头小局势 那么现在都是尝试建藤卫 大型下级天的右侧还要在阵啊 不要急 长线交易者是不要急的啊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呢和上次的波动化处理 然后啊和大盘一样啊 你看这个个股方面是不是重要的阻力区又来了啊 又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大阻力区啊 所以想走牛市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验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AFM 我们对于AFM的看法呢 是希望他给一个次低点啊 你看像不像 那今天是一个横盘啊 对于多头来说不是一个好的K线 但是也微涨2%啊 那我希望他能给出一个回落 再形成个次低点就漂亮了 如果不能给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啊 好吧 好我们看一下OSY 巴菲特的这个OSY啊 也是比较复杂 嗯 那么他呢近期呢 是给出一个局部的空头 但今天对局部空头有向上突破的意图 那如果明天再是阳线的话 那就有望继续往上测 我们多头应该怎么办 应该啊 把这个趋势线呢 可以这样画一个 把这个点和这个点一连 好吧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去做这个OSY啊 好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呢 他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那近期实际上是一个震荡形态啊 跌涨 再跌再涨 是吧 他和大盘有点像啊 但是我们已经对他的一个技术位 进行了技术上的探讨 他呢上有下跌趋势线的压制 这还有一个多头趋势线的一个压制 是吧 横向阻力区又非常的多啊 横向阻力区又非常多 所以我是觉得啊 大盘也就是我们的美股啊 进入到一种相对的临界状态啊 就看美国的意志了啊 就看他美元还能升到什么份上啊 那如果再猛烈的加息的话 我估计美股还有一定的支撑啊 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美元的强势对于美股来说 会有一定的支撑 会有一定的支撑 好吗 也就是说想走绝对的大 数值下跌的熊市呢 这个条件呢 就会要求更为苛刻啊 但是由于美元的走强呢 他就达不成那么苛刻的条件 所以美元有可能先走一些无需震荡 也就是说呢 适当布局也不是说没问题 也不是说有有问题啊 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布局多担啊 特斯拉就是热门中的股票啊 所以是吧 好 其他的还有一个网友问谷歌是吧 我们看一下谷歌 谷歌在哪啊 还有一个谷歌 我们我们搜一下吧 Google 网友问啊 我的粉丝问谷歌 谷歌其实现在还是真的行情 你看他和大盘的节奏 就是近期这个下跌波段和大盘一致 但他比大盘要直后哈 因为大盘已经触及到更高的一些阻力区了哈 那么他就触及到这儿 所以随着大盘就跌下来了啊 这是一个横向震荡 所以对于谷歌来说呢 你现在做的是震荡行情的多头 是吧 有人说啊 做震荡容易吗 其实做震荡容易 也不容易啊 这个震荡你是受害 挺规律啊 但有些震荡可就不规律了哈 这就是举行震荡啊 那其实他之前在这儿的震荡 注顶的时候就不规律哈 是一个头肩顶 好吗 所以这个震荡呢 明天要看一看指回落的一个情况 明天是数据日 好 明天盘前会再叮嘱一下啊 好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 明天盘前我们继续看哈 好 拜拜